中元节是农村社会里的一个大节日 同城普渡 家家户户会在这一天杀猪窄羊 准备极为丰盛的酒楼祭品 一方面祭拜祖先以及阴间鬼魂 另外一方面可顺便大打崖祭 傅立香一生公爷表示 炎至今日虽然已经步入工厂社会 民宿伊甸的祭拜生品规模已经缩小许多 让人不失为信徒中的大节日 信众手拿着香 前程祭拜 这是鬼香一生公爷的中元普渡庆典 为所有的鬼魂举行大拜拜 准备各种的生理 祝国 高隐等 让好兄弟能够好好的享有一番 以前的中元普渡是很非常 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 非常的热闹都是杀猪 现在就是考量到很多人 现在有的也在忙 农忙 有的在上班 大家都忙着 所以我们就准备了那个普渡公平 公恩大众来认养这样 每年一定都会来祭拜的信众表示 不管准备什么样的公平都很好 一切都是新陈则灵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只是为了保平安 然后家庭事业顺遂 没有 我们是说有没有诚心则灵 农历7月15号中元节 不少人会选在这条普渡 但不管拜什么公平 最重要的还是新陈则灵 有新最早样 接着高雄雄不宜相采访报道